而馬總統今天晚上是到台南 幫立委候選人輔選 但是狀況連連 先是碰上了台聯 台南市黨部主委拿著看板抗議 在結束夜市掃街 拜票行程的時候 又遇到一名女子拿著大聲公嗆聲 我今天去標示你們的訴求 對啦 我也說真相 我在外面而已 總統馬英九南下替立委候選人輔選 正當馬總統進冠地廟參拜 台聯台南市黨部主委陳昌輝 拿著一塊馬英九叛國的看板 陷陷在廟門口 不是沒料 我們是在公屬心 對啦 我們是在公屬心 廟方人員和警察趕緊上前關切 好說歹說 將他請走 不過馬總統碰到的狀況 還不止這一樁 正當馬總統結束夜市掃街拜票 準備上車離去 忍不妨旁邊串出一名女子 手拿大聲公嗆聲 馬英九 抱歉你 抱歉你 馬英九 馬總統這次南下特別幫蘇俊斌和謝龍介兩位候選人 輔選直接拉著兩人到夜市街頭掃街拜票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 第一個行程話還沒講就在一旁咳嗽 馬總統 我們今天都要我們訓練 馬總統還是完成行程 過程中還和蘇俊斌合演一場布袋戲 努力深入人群想和民眾拉近距離 卻還是連番碰上抗議反彈 看來馬總統要幫忙打大台南選戰 還得多加把勁 三新聞朱重志 台南報導